而最后来看到的是导演纽承泽 之前是因为在拍片的时候带了大陆人上军舰而被告 现在在昨天他是出庭 违反了这要塞堡垒地带法高台高雄的地方法院 昨天表示说希望能够他来出庭 纽承泽在庭上表示当庭认罪 为任律师是请求法官轻判他四个月以下的刑期 同时给予缓刑两年 在软金天的陪同下穿白色衬衫的纽承泽 下午现身高雄地方法院为官司出庭 我从无任何带着所谓的敌人去刺探军事机密的原意 我希望所有对我不时的指控恶意的攻击 指控我卖台给我戴上不爱台湾等等的帽子 可以随着审判终结而停止 原来纽承泽为了拍摄电影军中热源 日前带着大陆摄影师进入高雄左营军港勘警 因此违反要塞堡垒地带法 尽管电影已经上映 但官司却还未若目 纽承泽二度出庭也准备了一份感性的生命高 坚持要在台湾这个地方继续努力 希望创造更好的团队 更多的明星 然后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尊严跟特色 跟一个更大的市场结合 希望可以走出台湾迈向世界舞台 有备而来 纽承泽当庭认罪 委任律师也请求法官 侵判四个月以下的刑期 并给予缓情两年 法需要我出席我一定会到 我一切都尊重规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都没有 同时因为军中乐园 电影票房至今只卖八千万 不如预期 拍摄成本高达2.5亿元 纽承泽财务吃紧 律师也希望法官不要判处奋金 可以让纽承泽以演讲 或公益宣导的方式代替 纽承泽能不能获得法官侵判 要等到十一月初宣判答案才会揭晓 记得陈生一王远方高雄报道